下面這個是真人版的奇幻漂流嗎 有一位傑克籍男子 他因為把他的旅費都花光光了 竟然就異想天開 模仿了少年拍的奇幻漂流 他自己坐了一艘小船 想要划船到日本 但是出海後不久 他就體力不支在海上漂流 後來有漁民通報海巡隊 才趕快把他救了回來 電影少年拍的奇幻漂流中 少年拍因為遇到暴風雨 乘著竹筏在海上漂流 這樣的電影片段 現在也有真實版 主角是位叫馬克的傑克籍男子 他也是在海上漂流 再扶再沉 獲爆了海巡隊出海救援 海巡人員拿著棍子和繩索 讓他支撐 接著慢慢地把他拉上艦艇 被救上艦艇的他 整個人都快取脫了 海巡人員不但救人 還要把他用主板和保利龍 拼裝的竹筏拖回岸邊 這名38歲的馬克先生想去日本 卻因為沒錢買機票 加上曾經看過電影少年拍 竟然就一想天開的自己 拼裝了一艘竹筏 想要從墾丁龍坑 滑到1400多公里外的日本 但是這麼熱的天 他在海上滑了5.5公里就沒力了 附近的漁民發現 他在拼裝竹筏上再扶再承 趕緊通報海巡隊 順利地把他從海上救了回來 只不過他的人平安了 但是他的船才拖了500公尺 整艘竹筏就進水沉沒 還好他及時被救 否則這趟海上旅程 還沒到日本恐怕先去見了他的神 記者陳彈廷 邱君平榮浩北SNG小組 評导報道